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现在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来通报一下,关于三只羊集团的 那么这个集团呢,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过这个电视剧啊 有一个叫强盛集团,就是电视剧狂飙啊 这个放的,这个狂飙这个电视剧呢,在中国大江南北啊,很多人都喜欢看 那么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些桥段,让我们见识到了啊,这个九十年代啊,两千年左右的啊,中国社会啊 是多么的黑啊,也是黑社会猖獗的一个时代 那么进入到迁徙之年以后呢,国家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啊 打黑啊,严打啊,打掉了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啊,也比较多啊 比如说有的时候还封中国十大黑社会啊,然后还拍着相应的电视剧 那么,之后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胡锦涛的第二任期呢,就是非常着重强调这个,和谐社会 强调和谐社会呢,这个黑社会又比较多啊 这些人呢,他也没有形成很大的规模 但是呢,呃,每一个镇都有一伙 啊,聚集到每一个镇都有一伙这种七横八势的人 啊,或者说喜欢寻衅滋事的人啊 啊,那么 呃,再往后呢 到了习总的时代呢 也是从第一任期主要是解决政治对手 第二任期呢,开始也是 啊,也就是17年啊,党开 19大的以后啊,也是开始这个扫黄打黑了啊,然后还倒查20年 很多人呢,都是被,啊,搞进了这个监狱里面去了 啊,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社会当中是不是黑社会没有了 其实社会当中还留着留着黑社会呢 像这个三志阳集团给人感觉 就像个黑社会 啊,然后这个卢总 他说话的那种架势和腔调和这种作风 这个跟黑社会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现在黑社会以 新型的这种方式 在存在 那么,现在令人细思极恐呢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昨天我不是给大家介绍了 我说三志阳旗下的 这个主播 啊,叫李小娜 因为接到了 这个合肥的,啊,市场经济管理局的电话 要求他去配合 调查美成月饼的事件 然后他在直播中 哭诉,说 这个三志阳跟他讲 你去参加合肥 市场经济管理局的调查 但是你不能说我 是三志阳的员工 跟三志阳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这些女的 按照卢总的话来讲 卢文庆的话来讲 哪一个他没有操过 那么他都操过 都靠过的B 啊 那我们 我们讲叫一日夫妻白日N 对吧 当然这个是过去的一种说法 但是我是比较认可这个话的 就是说 你跟这个女的相处 或者说 怎么样的 啊 你跟人家 这个打了炮 咱们 就是说 人还是要有点感情的 对吧 你跟没人打了炮 你没说上 你有多爱 多喜欢 啊 但是说 你也不要去 啊 牛脸 翻身就 做一些他妈的 我们讲 啊 毫无底线 没 没脸 没皮的一些事 对吧 当然你又不是说 去嫖娼 对不对 你去去嫖娼 啊 那别人怎么样 那你就能 我是什么 就算你去嫖娼 你他妈靠的女的 你也不要说什么 啊 靠好别人了 然后他妈的 牛脸 就他妈给他报110 说人家在这里 进行卖营嫖娼 啊 或者说 对吧 你去他妈抢劫 别人的他妈现金 因为现在 在中国嫖娼他妈的 啊 都不太敢用现金 啊 不 都是用现金 不太不太敢 网络支付 对吧 所以说 这个老兵给大家讲这个例子 就是讲就说 一个人啊 你要有腔调 也要有底线 你没有底线 谁他妈的跟 谁他妈敢跟你接触 是这个道德里 对吧 那有的人说 哎 那卢文庆没有 没有底线 他们他们不是火了吗 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就是在爆火 报复之后的 啊 暴毙 这个人你看他 我感觉他最有一天 是横尸街头的 啊 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对吧 在中国这个社会 说是说治安很安全 怎么怎么样 但中国这个社会 是暗流涌动的 或者说 你治安安全又怎么样呢 有的人他头脑发热 中国人有很多头脑子 一根筋的人 他头脑发热 他把你弄死了 也是很多的 你比如说像之前 对吧 那个王林 希望他是王林 他的徒弟 对吧 上央视教练访谈 去揭露他的 这个骗 骗这种罪行吧 对吧 你上了央视又怎么样 过段时间他妈的 王林就找杀手 把他家 把这个家伙给分尸掉了 肢解掉了 活着 还没把他弄死 就活着给他肢解掉 你说多吓人 当然这个王林 也不得善终 在监狱 进了监狱里面去 也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有人说在监狱里面 被人搞死了 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他必须要搞死他 对吧 所以中国这个社会 是这样 这样的一种 一种社会 所以说 做人不能太狂 而且你还是要有 要有一些底线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 你不要令我说 我毫无底线 我那么杀个人 就杀个人 就像有的 在海外搞电炸的一样 我杀个人 就杀个人了 怎么样了 对吧 但是老编就说过 有些时候 你不要轻易去背一些因果 因为能活着 钱 只是占我们 只是占我们一个格 财格 它是占一个格的 你第八宫天蝎座 这个领域所代表的东西 它叫鬼神之财 你背着这个因果了 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所以说 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李小纳 他在直播的时候 直播被掐断 直播直接被掐断 直播被掐断以后 现在人已经失联了 你说你是政府部门 把它弄失联的 那你政府部门 向外面进行一个通报 但是我感觉 安合肥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从来都不去 我就说 我说中国很多省会 我都愿意去 但是我 安徽这个 这个 合肥这个省会 我是 就天然的有一种 就 从来没想过 说要去这个地方 你安徽可以都去 晚安一些地方 玩一玩 或者说 以前我有些 就是 这个小阳哥的 他们老家的 晚恩的 还有晚K的 战友结婚 去了一下 你说这个 安徽这个 这个省会合肥 我是 没想过要去 最近又曝光出来 这个合肥交通局 女员工 坐他妈网约车 想要他妈 零元购的这个事情 到了目的地 晾正了 我操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要是 要别人 要你不仅要免 这一单 还要 让别人再给你 孝敬一点钱吗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东西太 太可怕了 卧槽 这个人说失联 就失联了 那你政府部门 把他给控制住了 那你政府部门 向外面发个通报 通报也没有的 那他的失联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不成 是三志阳集团 派人过来控制他吗 而且这个三志阳集团 到现在 还这么牛逼 我真的 真的 我对这一伙人 我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就是说 你已经是 怦中之憋了 他还要做垂始的挣扎 这种垂始的挣扎 有意义吗 大家认为 而且还在 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这个女的直播 就被封掉 那她的直播封掉 她是开抖音直播的 被封掉 那抖音里面 对吧 也有人参与了 他们这个利益 反正抖音这个公司 也是的 反正他妈的 有些公司 没有给这些高管 孝敬一些什么 也会 也会把你给 给罚款干嘛的 大家知道 有一个 做化妆品的 叫寒寿 我认识里面 里面的这个 这个之前的一些 这些主播 就告诉我说 去年 由于这个老板 没有给这个抖音的 内部的一些高管 进贡 没有给他们进贡 公司 他妈的就被 各种各样的理由 罚了好几千万的 就是有这么个事 那么也就是说 抖音 里面也有一些人 被三振阳给侵蚀了 就是说 你别的主播 在这开始直播 我给你禁掉 我给你封掉 这个我觉得 你给人家封掉 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扯淡 而且现在他人 已经处于失联状态 而且三振阳 现在已经全面停播 而且他的真实粉丝 掉粉了四百万 真实粉丝 他这个里面 一个多亿粉丝 他妈的 其实很多都是水分 假的 而且之前也报道 这个卢文庆 也是在东莞那边刷 就是被东莞警察给 判三缓四 对吧 实际上也是一个 被判刑的人 他确实是个罪犯 只是说缓期执行 缓期执行 刷单这些 他妈都属于邦性罪 好吧 所以他们的销售的额 是造假的 粉丝素也是造假的 又得打造 中国第一粉丝 这种做法 蛮傻逼的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个黑社会 动不动 我有一万种方式 可以让你倒霉 然后别人跟他们去维权 我们要找律师 告得你们倾家荡产 然后所有的主播 都被他操过 操过以后 对人是没有任何 任何所谓的感情的 对吧 你像那个小杨哥 跟那个默默 其他主播默默 靠逼 不戴卵套 把他靠出来 给怀孕了 然后直接逼着他 在什么杭州这里堕胎 然后其他的 也全部都要被 他妈操一遍 这他妈是叫什么公司 我操 然后全部都要操一遍 以后呢 他妈的 就是这种女主播 想要求救于网络 突然之间被掐掉直播 而且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被要求说 讲你不是三志阳的员工 那你卖的就是三志阳的东西 然后又说是三志阳的徒弟 你就说不是三志阳的 在这个对抗审查 突然之间浪别人失联 这潭子水啊 他妈真他妈深 真的 这对潭子水真的蛮深的 所以说 具体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拭目以待 反正我是认为 这个国家必须要把这个企业给他消灭掉 因为这个里面已经是性质已经变位了 他已经是属于射黑了 那国家现在是打黑 除恶专家上斗争 对吧 像这样的人不能够 让他们再出来开播了 所以说他们到底在这里干些干些什么事情 非常疯狂 非常撑绝 还晒他妈假回职 在中国我他妈就没听说 你到网上去说别人他妈的诽谤你 可以给你立回职的 给你立案的 诽谤走民事 走民事 不走他妈逼的 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形式 没有这么一回事 好像告诉网友他妈的逼的 你们造我要 我他妈要紧他来抓你们 又说他妈的合成是 录音是AI合成的 把别人当他妈的科技忙 当他妈傻逼 这如此猖狂 如此猖獗 这些人毫无人心 毫无底线 所以有老兵说 就说 你跟别人打了炮 或者是怎么样的 人还是要有点底线 别他妈去害别人 你跟人家不一定说 人家有什么多大的感情 但是你至少能做到 不要去害别人 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 防别人是不可无的 但是你别去害人 大家懂吗 因为最终你他妈的 到你死的那一刻 你进不了极乐世界的原因是什么 有各路他妈冤亲债住 来他妈拉着你 不让你走 不让你进入极树 要把你拉下地狱的 最后你到他妈 阎王阎那边去进行最后的审判 你他妈说我有多少钱 那能行吗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感谢观看 哦